就怕转机会成为防疫的破口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了 从明天24号的凌晨开始 为期两周 全面禁止旅客在台湾转机 消息传出之后呢 今天桃园机场又爆出大量人潮 光是上午就有超过2500人过境转机 其中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 都是赶在禁令前 紧急改机票从美国飞来台湾转机 希望可以早日回到家乡 桃园机场涌入大量人流 全都要赶着转机 因为只差一天 台湾转机全面禁止 明天开始台湾都可以转机了 我知道 比较幸运我感觉 如果是明天台湾不让转机的话 那我这班飞机就白买了 会很不方便 因为现在国际很多地方 都不让中国护照的人转机了 对 然后直飞的机票也很难买 随着疫情升温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从3月24号凌晨0点开始 为期两个礼拜 一律禁止旅客来台转机 消息一出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焚 决定提前出发 我就是因为本来订的是明天 来台湾转机的机票 然后今天抢了一张今天 光是23号上午就有超过2500人过境转机 面对大量旅客 桃园机场动员7成以上人力 厕所 手扶梯 后机室 每个角落彻底消毒 消化大量人潮同时全力防堵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解林柱强桃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